玩具TV第十五季第九还是第十集 今天很惨眼 现在的眼灯兜口兜面 是否真是射门的人 今晚会有很多东西爆 都是偏主流的东西 高达 马上回来看台头要介绍的就是 都派了一段时间的Hot Toy 动漫四宝之一 是 还叫不叫动漫呢 虽然动漫后面开多了六宝七宝 但这个也是他写是动漫四宝 四宝之一在二楼订在二楼取的 没办法 今年又差远一点说 我都希望未来一月一日那个动漫节搞得成 你不要在网上搞什么看电视 也很古怪的 我觉得去剪今年是很心疼的 其实你是很想出去逛逛 疫情的关系 唯有大家在家撑着 还有乐趣除了可以看到参展商的剪品之外 会碰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那里吹吹水 感觉会好很多 好 说回这东西了 今次那个box 好像有些讨论 对了 盒子大部分整体过了UV胶 然后另外一边做亮身 不过它今次比较特别 以前通常用sleep可以拔走 这个盒子是做一个flip 但是它的flip 我个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用flip的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以往大家可能有玩一些DX系列的东西 就发觉flip出来之后 其实它这些位置或者这些位置会有爆开的风险 当然它这个有做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就是可能这里是没有粒另一层 没有包另一个面 或者是这里呢 其实你会看到它特意度了一个有点圆角的面 但是呢 在我的角度呢 我觉得开一个 虽然这个盒子 这个就不是在这里拿出来的东西 看你比较方便一点 是啊是啊 尝尝什么都没有了 是的 但是你这个盒子呢 感觉就好像 over了 稍微做多了 不过呢 其实有个好处的 因为呢 例如大家可能玩开这些flip 就可能玩play as 其实它本身呢 如果flip在正面 就这里会有一个磁石的空 是两边 那就会影响了封面 所以它多番考量了 你现在都会看到它有个磁石的空 这个位置 是的 没错 所以其实可能是它想保持正面美观 但是都想用flip这样 但是其实你开胎时用flip是没用的 我看完在外面看完 我是不可以换的 没错 是不是可以的 不可以它这么非合的 反而我另外想一件事呢 我们对面开机 walker这些专业中的专业 成本来说差几远 就是用flip或者用slip 那你多块东西就会换到 用slip应该是贵的 其实很简单 你计算那个纸 哪一个用纸多就会变个桂 那一定可以 但是这个也不少 因为它其实反原保法 就是摘回来的 所以不是差很多 可能只是差一个面和一个边 差一点 我们都花了不少事了 没错 这次2099 Black Chute 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Black Chute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半点黑色 不过它这次用了2099的造型 我没办法我一定要付钱 因为我个人自己是非常喜欢2099这套 所以说刚才讲完的box art 现在终于讲回这种figure了 整个东西其实很坦白说 你说的配件其实真的不多 相对起之前那些蜘蛛盒 但是本身整个东西的造型 特别是那些肌肉纹理呢 Hot Toys真的没办法 其实真的很厉害 例如它做一些肌肉 以往大家去做肌肉的时候 是一个肌肉的body 撑起一件很紧的衣服 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你肌肉的高的面会看到 一些套下去的坑也看不到 但是Hot Toys在处理一些 Super Hero的衣服 每一件你都会觉得很厉害 最厉害是什么 例如可能是这些 胸的中线 或者一些锁骨的位置 套下去的位置都看到 而且你玩的时候 它是不会不见了的 所以有些技术是确实 目前还没说 暂时你只见到做肌肉 可怕会在哪里 或者可以关注那些 胸骨位 胸骨位也很重要 是的 我也很相思 但我估计这是商业机密 而你问也未必有 它是在衣服那里 已经做了一些压位 令到它可以做一些很立体的texture 如果以我拆过来看 我拆过来看 我拆过来看 不是这一只 我当年拆过那只Batman 它其实里面有一件直胶的东西 贴在衣服 令到衣服 就拱了形状 但是我跟你说 你用一般的胶水是贴不到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么正确的 所以其实它们去做一些技术的研发 或者是去推进一些玩具 令到它更加真的 就是一些态度上是很遮蔽 你看这些这样的脊骨和肌肉纹呢 我不拍胸口 我拍背脊 那些女儿都喜欢看肌肉 那些儿子都喜欢看肌肉 就是那种表达方法 这个胶肌肌都很棒啊 真的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可以 它反而 Iron Spider 它又可能 就是 用回普通素材 对了 就只用普通素材 穿件衣服 所以变了个型就没有那么漂亮 但是整个 就是 游戏里面的Spider-Man Series 它每一个身体 虽然都是那个身体 坦白说 但是真是处理得很好 所以其实当初呢 第一件出PS4 蜘蛛盒的 3的时候 很多人看观图是没有订的 因为它不是这种东西 一出货 完全是两件事 然后大家都立刻很踊跃去追 而它这个系列一直都沿用这种做法 而去到2099更加突出 不过我少认了一点 因为2099 我自己去看游戏的设定 其实它是比较再大一点的 这个是比较降调身形一点 但是在游戏的2099 你会看到肌肉是再澎湃一点的 我少认它有点瘦 其实它也不讲得笑了 反而我 它是必定的 我觉得有一件事 多精彩 就是游戏都出了两年 蜘蛛蜘蛛都不停放得出 接下来还有一只Iron Spider 那个我也是给钱 最近没有Iron Man 这个系列我自己喜欢的 但是Spider-Man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些深入闻心的东西 就是Spider-Man 就是数下去 有多方就是Spider-Man的 而刚好这款游戏呢 其实这款游戏很棒的 它出了很多套很漂亮的衣服 所以大家很多都很想要 不过一直都没有人出的 而刚好开胎时 拿了这个license去装衣服 你有心出其实它有很多衣服可以出 是的 但是都是那句 2099 你用得这个名字 就真的要付钱 你看看本身 就是胸口这一个 骷髅骨头型的蜘蛛蜘 还有本身它这个旁边的一个爪 软胶的 还是什么鬼 我不知道 就是不用担心 刺就刺手 但是就不会说特别会容易烂 这些路路的 那当然啦 都是那句玩蜘蛛盒 当然是玩它的可动性 幸好这只是德哥 可以看可动 我自己的一些不舍得扭 哇 手可以再高一点的 我们也不怕死 不过它跟第一只 PS4Spider-Man一样 肩膀有一件肌肉胶 那一件稍微 动的时候会摺到 有一个不太好看的状态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你去到这里 就不太好看 是有点不太好看 但不好看还是不好看 那么你起码都可以 刺得这么高 还有它有一件很厉害的 它穿着这么紧的衣服 加上肌肉胶 它肩膀还够力去撑着 所以你听到是齿来的 其一啦 其二它这个就叫做极限的 就是多过90度少少 但是其实我欣赏的地方 就是不会有回答 它在制造的衣服 那时候遇到少少松的位置 不过 老身常谈 或者每次玩蜘蛛后 我都真的会提醒大家 你动一动好了 你真的不要长摆这些姿势 很厉害 所以其实刚才我在盒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本身都已经有一些 胶纸或者这些棉质的 都黏了 你变成黏了吗 黏了 都黏了 所以变成大家玩玩具的话 我觉得这一只应该是拿出来摆 会好一点 你死在手货的摄盒 反而我又想问一问 就着这一种body的衣服 是不是都有一定的 比较短的寿命呢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不过大家玩figure都知道PU 类似这些皮的物料 通常都比较短一点的 玩开拉打 大家特别知道的了 哇 碎成碎片在一盒里面 你不玩它都变成 这个medicum就挺极端的 其实我试试觉得 玩具你买回来就跟球鞋一样了 球鞋你不穿它就会爆 对对对对对 你穿它反而可能被你穿 穿不了十年了 穿几年它就没有事 其实玩具都一样的 即All the Hot Toys的客服是很正的 你去拿玩具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说 这件衣服你最好放的动作 不要放太久 你久不久就开始换一下 不然它就会造成一些接衡的了 其实它很温馨提示了你 所以你去玩它的时候 你都要有这个心态 蜘蛛合我另外一个喜欢的地方 其实它的头的活动都OK 虽然它只是一个头一支 一个ball joint 但是本身的头型漂亮 变成了担高头望也很自然 男人玩腰吧 德哥玩腰吧 这个很棒啊 我经常看到他们 他们特意摆摄的姿势 其实是一个反的狮子形的动作 因为G-Job经常做后空翻 所以它这个做的后空翻是很漂亮的 加上它的肌肉胶 看上去腹的线条是很漂亮的 哇 为什么这么狠呢 你肯定 试试到哪些姿势 哇 鞋子很漂亮的 真的是德哥才能经历到这些事情吗 我都不敢这样玩的这个 有点炒了 不过也有一句完全是在这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其实比较多figure会做前转 很少做后转的 那这个Spineman是做得很棒的 就是你做一些 因为他经常都抽着蜘蛛丝 挖自己的人向后一向 还有刚才看到你怎样扭呢 他看到腹肌和肌肉纹 都是跟着好像人那样去扭 所以很棒的 玩完腰就玩了脚了 弹不弹啊 都可以了 不弹 好 但是其实真的水准以上的了 你一次望 不就小心啊 不我们试一试他本身身体的极限是去到哪里 其实Hot Toysia除了做Arm Man非常棒之外 做Spider Man也非常有手 而有些是没办法被取替的 他的技术真的很厉害 他做这件衣服不容易做的 你想想他这个纹 其实应该是另外盯了 再贴上衣服上面 那本身其实的配件就不多 那造型手方面就真的很多了 足足一打 即是包裹你不用担心 什么造型是搞不到的 那就 好 那我弄回一只 哇 2099的手呢 我很喜欢因为他的手机是箭的 是啊 他真的有点实气 即是本身2099和他的造型是有少少邪气的 补充一点 如果说要喷蜘蛛丝的话 那主要是用这一只手的 那有一个蜘蛛丝的配件 哦 是换件的 是的 那在这里 拔出来 放回这个配件上去 有朋友都说对了 Gameskin是没有配件的 确实是没有配件的 其实很多人看2099都很想要配件 但是确实的游戏是没有的 是的 所以 不要紧了 只能够观望 你能够出到他的12寸其实都可以 另外蜘蛛丝方面呢 任君选择 那主要都是 拔来拔去的蜘蛛丝 另外有长短的蜘蛛丝等等等等等等的 那或者我试下玩这个 其实我常常都很喜欢这个 他可以用手抽回主要的蜘蛛丝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他有那种吞完之后拉回来的感觉 这个很棒 我把蜘蛛丝放进去 哇 原来他的手指甲还有塗到黑色的手指甲 有些锅味 所以就变成了 原来Black Shute是指的手指甲 也是没有剪手指甲 而且他的手型 又重演了一个事件 不好意思 他的手指的形态很漂亮的 你会看到他有做到一些比较有张力的动作 就是手指的第一节 这是第二节 中间的节 中间的节是向外屈 然后你会看到指头的部分是向外屈的 他就做了一些 当然真人是很难做这些动作 但是在一些动态的表达上面 其实他比较有张力一点的 所以你看到他处理的手型是 就是有些 有些了道 有些艺术味 就是有些 他的掌里面也很漂亮 看看 他的掌里面是有些 横尖的 这个鞋底也很漂亮 是 но the 是 都是 很好,摔摔摔摔摔 很適合放在車頭 我對於皮衣服,自己也有點害怕 可能曬太久了 紅色有機會帶來不愉快的經歷 這隻純粹說的可動性,完全不用擔心 雖然穿衣服,外形方面也挺無敵 如果真的喜歡蜘蛛俠的話 這隻確實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看看接下來的Iron Spider會不會有什麼驚喜 好像連尾才拍 對,其實本身兼粹是不多的 配件跟其他的Spider-Man相比 也不算很多 但我自己來說 造型上,可動和QC 我自己就真的挺喜歡 你有沒有什麼評論? 漂亮 買吧 真的沒什麼可說 因為你沒辦法挑戰 因為他真的做得非常好 稍然我只是跟遊戲來說,他就不夠大隻 我自己就… 因為他灌了2099這個名字 我就嫌他沒有斗篷 雖然遊戲也沒有 遊戲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本身其實在遊戲裡面 2099這套衣服 主要都是增強制空時間 挺好玩的 因為你滯空時間多了很多動作 之外 你就可以在臨著地之前 想一想你下一步 想要怎樣做 就是 吵氣出拳好 還是穿吵 還是怎樣 所以這件衣服都OK 怎樣都好 喜歡Spider-Man的 或者這個 近來沒有什麼Iron Man玩 這系列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先說到這裡 好 好